大部分的無家者其實他們的收入 都在貧窮線以下 您曾經有想要申請低收入戶 申請不出來 很難申請 因為我跟你講 媽媽在 爸爸在 就是申請不出來 我至於那邊諮詢說我可不可以辦 但是就是他就已經用外表跟我說 我不能辦了 現在台灣常常在講的這個貧窮率 它其實是社會救助的覆蓋率 政府覺得這些人可以受助 那這些人在台灣其實只有百分之一點多 然後頂多我們加入中低收入戶之後 會是二點多 不會到三 它是偏低的 我們現在的社會救助法 在立法的時代是差不多一級北空的年代 現在的社會救助法 我都對到現在的時代的需要 每週日晚上7點半 台灣技術報 就算了